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任不久便南下深寸 在莲花山向邓小平同向献花篮 过去习近平在党内一向被视为是一个低调谨慎的官员 外界认为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够在中共内部派系争斗这么激烈的情况之下 还能够在十八大接棒的重要特质 不过从他南巡期间的种种表现 却让外界更清楚看见他背后的谋划 习近平能是改革者吗 在中共体制下他所称的改革又能走多远 请看我们的分析报道 习近平在上台之后连打了几名贪官 之后迅速前往广东视察经济改革发展状况 习近平这次南巡被外界视为不一般 一是由于刻意低调 二是由于明显效仿邓小平 习近平去深圳看望母亲时 还特意去向邓小平同向献花 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陈华生 撰文分析习近平的一连串政治动作有几层意义 其中首要的是标举邓小平路线 用来回应未来可能来自胡锦涛或江泽民的政治压力和挑战 同时也向海内外展示 尽管江系人士占了政治局常委大半席位 但他也不会在政治路线上受制于上海帮江系势力 不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君涛认为 习近平要完全摆脱江派控制进行改革 仍有其困难 中国在五年内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可能如果要是有变局 只有在发生危机和突发事件 引发这个超级动荡的时候 那么习近平他们通过政变的方式来控制局势 把这个江泽民原来安排这个格局给他这个边缘化 然后领导一个这个格局这样才可以的有机会去解决问题 在民主国家人们因为不同的政治理念而组成不同政党 但中共内部的派系向来不是这样 党内有不同出现不同的派别是因为党内有不同的利益集团 无论是哪一派他们都不是真正的宪政民主派 他们在维护中共一党独裁的统治方面他们是一致的 所以今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寄托于他们当中的任何一派都是靠不住的 1992年之际 在经历了89年六四学运的中国人对中共极为失望 当时邓小平压制党内保守派意见 到南方巡视以刺激经济的方式为中共的统治维持了几年 评论认为邓小平拒绝进行政治改革的恶果发展到今日 这使得习近平想再次利用经济改革作为强心争困难重重 现在继续发展经济遇到巨大的障碍 就因为中共不搞政治改革 但是习近平在政治改革方面他不会有任何作为 他仿效邓小平那就是说在经济方面改革开放 在政治方面坚持一党独裁 六四大毒杀不是邓小平知道的 不必对习近平在政治改革方面抱什么希望 希望越高会失望越大的 新唐人记者长春上宴采访报道